杀妈妈最喜欢的鸭香堡 对 也是在成都 好像45年前 45年前 那时候我是35岁 我记得 去探亲的时候 我姐姐的 在大陆的亲戚 她知道我喜欢画 带我去这个石炉的家 她因为去探亲去了石炉家 也认识了另外一个名画家 是 那你为什么喜欢这幅画呢 不是我喜欢 她丢给我的 两三户 但是我都回来 就给她丢在旁边 她写的字都看不太懂 但是刚刚赵妈妈你说 你很喜欢这幅画 喜欢是后来才知道 说她的画是百名之内的 那画家 因为后来知道 她是百名之内 突然就看这幅画 越看越好看了 我才拿去想起来 要不然就看它快烂掉了 所以这是她送给你的画吗 她送的 她送给赵妈妈的话 两三户 可是她现在已经是百大名家了 叫说她写什么 她说她一直看不懂她写什么字 花梅入仙境 香化神为棚 不晓得 她写的数都这样了 已经名列百大名家的 是我讲的 人家讲的 我不太确认 名画家到底 现在这幅画 市价值多少呢 请见价 八万元 八万 怎么可能才八万 因为这是我个人意见 我不晓得 您去那边是拜访了哪一位画家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去过 我有照片 但是我看这幅画 我是 我会怀疑 因为它跟史鲁的画风 是有点距离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史鲁的画的时候 因为史鲁曾经 有精神分裂症 所以号称是中国的范骨 他在文革时候 受到很多的迫害 所以就疯了 疯了以后他画了疯 本来他的个性就很倔强的一个人 然后他画的就跟传统不一样 所以有人就评判他 说他是野怪乱黑 他的画风是这样的 就跟人家不一样 他画的有点这种 好像就很坚硬的 很带刺的那种东西 所以他的画风 跟这幅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不觉得这幅画 是他的真机 因为我从这幅画里面 我没有看到精神病的感觉 因为我们在看画的时候 看书法的时候 这种艺术品的时候 我们会感受这张画的气质 但是这个气质 比如说你看这个字 有点软 画有点软 签名很软 然后印章也很软 这不是史鲁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 我带来一些图片 另外史鲁本身 他是专业的美术学员毕业的 所以他是专业的画家 不是业余画家 他对于这种书法的 大小错落的比例的控制 应该是很好的 另外他对于这个水墨 因为中国画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看线条 一个是看末韵 你可以看到末韵是死掉的 没有层次变化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再来图片 他会不会因为精神分裂 所以他的画风 跟他过去一般的画风 已经完全不同了 没有我们现在在看他现在的 这个精神分裂以后的画风 都是还是很好看的 还是很好看的 因为他会表现 他的强烈的个性 这位就是史鲁 你是看到这一位吗 对对对 是本人还是这样 头发白白 你看到他的样子 就是好像遭遇到 很多的折磨下的一个人 所以他个性 加上他本身的遭遇 让他的画风产生就是 看起来就是跟人家 好像哥哥不入的感觉 好 下一张 这是他的画风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史鲁细笔这几个字 看起来就是 他会扎人的那个字 然后那个字的那种顿挫 异扬顿挫 他表现得特别强烈 其实他这种字 以我们传统书法 美学来看是不好的字 但是是因为他有个性 写出这种字 而且很独特 就变成一个 个人风格 好的艺术家的创意的字 在看他画的这个花朵 你可以看他的末运的变化 是很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史鲁的印章 是方方正正的 而且方块式的 好像就是很倔强的那个味道 它不会有软的味道 看下一张 这是另外一张 你看他的字 跟那个字比起来 它是有点问题的 就是说它有差距的 我们从比较里面去看 你看那个字 虽然是节节曲曲 怪里怪气的 尖锐 棱角的 但是还是充满的 大小 错落 粗细的变化 但是你看那个字 没有 没有 我们看下一个 你看他的字 那种 抖动的 尖锐的 那个趣味 还有这个 史鲁的印章 他自己画的 是方的 是硬的东西 不一样 然后这下面画的荷花 跟你那个很像是荷花 你看那个 末韵的变化 它还是处理得非常好的 好 下一张 这一张是 大幅一点的荷花 你看那个 末韵的变化 跟那个荷花梗子 这个上那个 抖动那种尖锐的 那个趣味 就符合它 就是它画的 一看就是它画的 然后再看这个字 那个感觉 也是尖锐 怪气 然后棱角分明的 抖动的不得了的 就是它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来比较 这幅跟这幅 你会觉得它有差距的 我们再把石鹿的照片 秀出来 石鹿 再把那个照片秀出来 你真的是看到它吗 你看到真的是这一位吗 没有错 我有这个照片 那这个画师 他亲手拿给你 他拿给你 好像折起来了 也没有什么 就丢给我三四张 那教授 如果这真的是石鹿的话 问题不要那张再画车 石鹿的现在很贵 就是因为很贵 石鹿其实不是现在才贵 大概二十年前就很贵了 所以它的作品仿了很多 因为 如果这真的是石鹿的 它的仿座不是仿得太过 就是仿得不够 那如果是真机的话 真机的话 这个要几百万台币 几百万台币 因为它最贵的 也到达了千万的 在拍卖会里面有千万 就台币千万的价格 没有听到